欸!Edan同學你好 真心話不解是 或我表演我自... 欸!你好 我想請問一下 那假如說我現在這個版本 因為現在中路解析聽說要被NRF了 所以說變成說中路只剩下 可以有符合速退流的中路剩下什麼 速退流的中路其實 你就是 第一就是你要有破塔的能力 第二就是你前期的會戰能力要好 那比如說像戴安娜就是一個還不錯的典型 那他就是... 他雖然是AP角 可是他攻速... 他有... 他通常會出那個Nature 2 他有攻速 他破塔能力不差 然後他前中期的團戰能力就非常強 是一個就是... 當下META還不錯的中路 那像是... 像是原本NRF前的卡莉絲也有這種感覺 但是現在卡莉絲W被NRF之後 其實他不太適合走中路了 因為他的那個習兵能力就會相對的比較弱 像傑 傑也是就是屬於推塔 可以推得非常快 然後... 就是... 前中期會戰能力非常好的一隻角色 所以總共就是兩點嘛 你要有能力拆塔 第二點就是 你前中期會戰能力強 你不要想說 就是玩那種S2 大後期成型的球女兵鳥死哥這樣子 好好... 那希望... 我不是說那些角色就不強 我是說針對你這個速推流的中路來說的話 就是... 剛剛那幾次是... 或者像潘森其實也是很好的選擇 像我自己是很喜歡潘森啦 因為... 潘森其實他... 講真的他就是一隻不會被ban的匿命 就AD版的 可是... 呃... 有些人認為他後期爛其實並不會 就是他你前... 前中期雪球有滾起來 他抓到後期是可以一個打三四個都不是問題 對... 所以我覺得潘森也是... 嗯... 我個人很喜歡 但是... 其實... 我知道現在這個世界上 大家對他的成見是... 還蠻重的 不過... 他等之後就是個廢物的角色 對對... 大家對他的印象不是太好 就是這樣 好好... 謝謝刀槍大師 不會 你可以幫我來一段... 臭養成寶貝嗎 可以 沒問題 臭養成寶貝 謝謝你來電 好 好